連新北市長侯友營 向盡桃源市政府 也要雙手消毒刷身份證 通通沒問題才能走進大門 因為疫情嚴峻 現在嚴格實施洽工使命制 北北基巴巴桃源 其實都是一個大白點 所以北北基桃 這一千萬人口 大家有責任共同合作 所以很容易在防疫對策上 來互相觀摩學習 那做得好的地方 我們趕快努力的去補強 做得不好的地方 這個也要趕快調整 防疫網絡權宜不可 北北基桃更應該同力合作 其實超前部署 侯友宜做得最確實 這個是一個擴大管制的超前部署 讓每一個人都能夠知道 只要中央命運一下來 我們及時可以到位 20日計畫要封城 並起推演擴大管制 侯友宜強調 這是有備無患做最壞打算 但也因為決定的早做得多 成了外界眼中的防疫領頭羊 那個新北市是桃園的兩倍大 那這個個案也是我們的兩倍 所以其實新北市的經驗 也非常值得桃園參考 居家檢疫或居家隔離的個案 那像這些的協助 如何讓他們不要被標籤化 現在桃園5000多個社區 那我是希望能夠做這種微型的 小的社區的這個防疫演練 中央和地方合作 讓台灣防疫相對成功 但防堵破口 接下來還需要戰戰兢兢 歡迎新聞陳明彥 李嘉宇 桃園報導